今次《心歸》這首歌有徐浩作曲和監製 還有灣民大師 延遲我自己覺得這首歌 是我最喜歡的一首慢歌 我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我是唱到哭的 其中有一句是說 要放下我這個千人迷的身份去追求愛情 那我那一刻都突然很relate到自己 對啊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拍拖的時候 我是不是都要放下現在自己工作上的 Anson Lo這件事 今次《心歸》這首歌 其實趁著走tour的時候就拍了MV 其實做完巡演 如果我說不累的 我也是在說大話 但是只要每一次自己在做的東西 都是一種自己很期待的作品的時候 那個累的其實就不是那麼大問題 芭蕾一直給我的感覺 都是一個很浪漫的地方 我自己沒有去過 它是很時尚的 也是一個很舒服的一個城市 所以我自己覺得很適合《心歸》這首歌 今次在巴黎不同的地方拍攝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在巴黎鐵塔的拍攝 真的可以很近很近的巴黎鐵塔 所以可以去到親身見證著 而且還可以拍攝到MV裡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心歸》的感覺 拍攝MV前一天我去了游覽一下 周圍看看 也有買了少許東西 這個巡演也好 在巴黎鐵塔拍《心歸》這隻MV也好 其實我自己最喜歡做的事 反而不是說買東西 其實最喜歡做的事 反而是在街上走 感受一下國家的vibe是怎樣 在街上走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不同的面貌 他們做人處事的方式 我都很好奇 自己都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很好玩